來到致富點評這個環節 請坐今日的嘉賓 今早就有自東方證券行政總裁 麟常念的麟大師 嗨 你好 你好 今天想點哪只股票 為我們評論一下 現在大市都是下跌 跌多了些嗎 逆周期的股份是不跟大市下跌的 最近就有一類股份一個辦法 逆市上升的就是黃金有關的辦法 最重要就是這些金價上升 最大的金礦股是紫金礦業 紫金礦業是中國最大的金礦股 近年來今年很積極在海外擴充 買了一間加拿大上市的擴產公司 叫做Leftson 另外最近入股了63% 一間錯以為的公司叫做RTB波 它過去頭三季的盈利有51%的增長 是相當不錯的 尤其是到了第四季的金價繼續上升 相信今年的盈利應該有超過50%的增長 那麼它的Fall的PG應該就去到10倍以下 就算現在最近是由2.8升到3元以上的水平 那麼現在都仍然是可以買的 就建議投資者是3元買入 那個目標是3.5元 只虧了2.8元 好啊 看看情況是怎樣 現在跌近2% 最新是3.09元 不過我也想多問你一點點 你說看好紫金是因為看好金價 但傳統上金價 敏感度最高的金礦股 都是100元甚至是Spider金ETF 但為何你會選紫金呢 因為紫金呢 之前幾年呢 有些什麼財污的問題呢 被政府罰了很多錢 那它的股價呢 就長期被人低估 那所以呢 就選這隻呢 它的市盈率比較低一點 比這個招金 是遠遠低過這個招金 好啊 那我們看看吧 短期內是否真的可以上回 3.5元這些位置 好啊 現在跌近2% 最新就是報3.09元這些位置 不過要問一下你 論大師 你有沒有拿著這隻股份呢 沒有的 好啊 謝謝論大師 我們下次再談過 看回大家 剛才論大師說的 只是個人意見 並非投資建議 或者是推薦來的 做任何投資 都要留意相關風險